最近几年 不管是这场仍在持续的新冠疫情 还是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 总感觉日子越过越难 安全感是越来越低 最近国内又悄悄地出台了一项新政策 给身在国外的我们又添了一道新难题 近期 中国多个省市默认关闭接铁 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功能 若要开通需另外开通登记 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发布的公告称 这项举措是为了防境外诈骗电话 与此同时有网友也反映 收到了来自中国移动浙江的一则短信 短信内容显示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 为防范境外电话诈骗 保护客户财产安全 浙江移动将默认关闭接铁国际及港澳台电话 中国移动浙江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此事属实 公司正通过短信形式分批次的通知客户 若用户需要接听国际及港澳台电话 需另外进行登记 日前 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也发布公告 自5月7号 已将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 公告指出 因境外诈骗短信案件高发 根据河南省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厅 即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将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业务 办理调整为一用户申请开通 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 对于有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需求的河南省用户 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当地移动联通电信公司自办营业厅 或通过发短信确认免费开通 其实以上并非率先实行禁用国际电话功能的省份 早在今年3月22号 江西电信江西移动江西联通发布联合公告 为严控境外诈骗短信 自3月28号起 江西省内用户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业务 调整为一用户申请开通 此外辽宁自2022年1月25号临时起实施 关闭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 贵州已于2021年11月27日临时实施 有报道称 上述几个省份只是试点 未来关闭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 或扩大着全中国 从先前的经验来看 这项政策推向全国应该就在不久的将来 尤其是选择全国第一大人口大省 河南作为试点地区 完全可以感受到国家工信部推行此证的决心 对于海外华人留学生以及亲属们来说 默认关闭接听国际电话接收国际短信 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虽说现在年轻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通过网络通讯工具进行联络 但对于不少年龄较大 或不会使用网络通讯工具的父母和亲属来说 平时更多的还是打电话联系 因此在国外留学工作或定居的人们 需及时提醒国内亲友开通接听 国际电话接收国际短信服务 以免造成联系不上的情况 我们再来说说 此项政策意在打击的境外电信诈骗 从这几年的形式来看 电信诈骗窝点正在向境外转移 尤其是假借异形防控名义实施电信诈骗 已有不少人中招 据了解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主要类型有 刷单反例类 投资类 杀猪盘 冒充客服和公检法诈骗 及交友类等数十种 让人稍有不慎就落入圈套 并且随着国内打击电信诈骗力度持续加大 电信诈骗在国际生存空间被大大的挤压 不少诈骗犯对团伙已经转移到了境外 比如目前就江苏省而言 警方办理的案件中 有近80%的电信诈骗团伙 盘衡在东南亚国家 他们通过企业化运作 分散多国网络化管理实施诈骗 其中以投资类的居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官方推行此举 的确可以从根源上 保护全国人民不慎上当受骗 对于这项政策 还有一种解读 就是中国官方利用此举 尽可能的减少外汇流失 让国内的人不要做出 恶意出境的决定 同时还搜集了 个人与海外关系的信息等等 对此小编认为 只要大家行得正做的端 好像问题不太大 但不得不说 这样一刀切的政策 确实会给已经身在海外的 出国党们来了个措手不及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